云林县有一名21岁的陈姓南大生 他从小就患有肠躁症 很容易有上厕所的需求 今年4月份他突然肠胃不适 情急之下就到超商 拿了一包10块钱的面纸应急 结果被一切到罪起诉 他的妈妈陪同出庭陈述 陈姓南大生患有多重疾病 法官查明了背后真正的原因之后 就感性地引用了八指门辩护人 影剧当中的金句 一个人要有多幸运 才能像诸位一样 坐在这个舒服的位置上 认定这个世界十分温柔 而我们拥有绝对的权利 对罪犯残忍判处被告免刑 你来啊 台剧八指门的辩护人 剧中金句 一个人要夺幸运 才能像诸位一样 坐在这个舒服的位置上 认定这个世界十分温柔 而我们拥有绝对的权利 对罪犯残忍 这段话被引用在判决书内 被告是云林县明21岁 被诚信南大生 今年4月他肠胃不适 于是到超商 拿了一包十元卫生纸应急 店员发现后报警 被一切到罪起诉 他的母亲陪同出庭 法官发现了背后的故事 那有蛮多的病症 而且从小就有一定的身心障碍 那他也确实是当时最主要是肚子 非常的不舒服 南大生患有长造症等多重疾病 持续上到大学 判决书上写 被告对于生活可以为一定程度的自理 这非常不容易 不是一朝一夕 而是望水穿石的点滴累积 应用八尺门的辩护人俊吉 判处被告免刑 小朋友跟这个家庭 其实非常的尽力在维持 他一般的社会功能 一包卫生纸 财产价值低微 考量这个家庭一路走来不容易 就像距离说的 法官决定温柔一次 判南大生免刑 记者中部最后报道 农业部农水署 设在军营附近的监视机 差点成为国安漏洞吗 这支监视器是位在桃源石门 目的是用来监控 振钩提案的情况 但是日前因为台风的关系 镜头被吹到转向 正好就拍到一旁的军营大门 后来更是被骇客入侵 画面被直接公开上网 如今主管机关 已经紧急暂停使用 这支监视录影器 并且请专业的资安公司 协助彻查 迷彩弟兄 在基地内排排站 行军画面统统被拍下 军车进出是谁是哪台 画面一清二楚 军事基地旁的监视器 被骇客入侵 还被全程直播上网 难道又有军事要地出现 资安危机 原来出包的不是国防部 而是农业部下辖的农水署 只不过监视器画面 已经统统被流出 主管机关恐怕只能亡羊补牢 为之前受台风等天候因素影响 至镜头角度偏移 而拍到该营区门口前的道路 根据了解 这支监视器是在桃园石门管理处辖内 监视器的作用是要监视 顺沟通水 还有提案道路安全 当台风好与来袭时 要观测顺沟内外水量有异常 农水署强调 这支监视器在设立时 又向军方核准确认 初步检视是受到台风影响 镜头产生角度偏移 事件发生后 已经紧急暂停使用 并聘请资安公司协助补漏网 我们很多的公家单位 因为它幅员广大 有一些设备来讲 比较老旧 那你可能甚至资产管理没有做好 就出现了没有人去维护 或者是去做管理的一些情况 就这么巧骇客挑了只 被台风吹转向的监视器 但因为被拍到的是国军营区 主管机关还是得上警发条 加强资安管控 记者三位刘成为台北采访不到 中秋节就快要到了 在高雄有民众收到了诡异的 月饼礼盒 寄送的地底地址 寄件地址是一处设服机构 不过对方却说 并没有寄送礼盒 是遭到有心人士冒用地址 让当事人很好奇 记件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警方目前警戒入调查 不排除是诈骗集团 或者是遭人恶搞 也提醒民众 如果收到了来路不明的包裹 或者是月饼礼盒的话 千万不要吃下毒 中秋节快到了 不少人陆续收到中秋礼盒 高雄有民众日前收到一盒月饼 寄件地址是一间社服机构 原先以为可能是家人 用自己的名义捐款 所以收到回馈 但打给家人确认 却说没这回事 查询机构脸书 对方却把贴文表示 遭到有心人士冒用地址 并未寄送任何礼盒 上个礼拜有接到两位民众 拿电话来 有收到不认识的人 寄件人跟电话都不是我们的人 但是地址是家园这边的地址 我们没有在卖月饼 然后我们也没有寄月饼给民众 包裹上留的是空号 大费周账包装 还需要支付运费七十元 甚至知道民众的全民电话 和地址 这是新的广告手法 难道是被下毒了吗 还是月饼里面有针孔摄影机 原方强调收到包裹的两位民众 没有捐款过 因此个资绝对不是从他们这边外泄 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 也不知道寄件人到底是谁 有关动机将进一步争处查明 警方不排除是诈骗集团 或是招人恶搞 提醒民众取货前 务必确认包裹来历 若是收到可疑包裹 别轻易打开 更别吃下来历不明的食物 才能确保安全 接着高雄正好报道 两起意外状况 都是让后方的骑士 反应不及两城车祸 先来看到的是在招化 有一辆执行双载机车 起到一半 前方的轿车 突然在大马路上回转 任行事反应不及发生擦撞 和乘客重摔地面 差一点就遭到碾压 而另外呢是在台三线 苗栗诗坦路段 有一辆大型的重机骑士 他是过了弯道 发现前方有一辆休旅车 就大啦啦的停在外侧车道上 瞬间紧急刹车 结果自摔倒地 慢车道上一辆休旅车 仿佛变成了巨大路障 后方大型重机紧急刹车 尿成自摔 你在收到下海 骑士气氛又无奈 原本以为收旅车 只是开得慢 人家到过了个弯道 发现前车是完全禁止 停在大马路上 执疑就算是要等朋友 也应该要把车 停在安全的地方 大重机见状 紧急刹车 索性未发生共状 双方驾驶已未受伤 事故地点就在台三线 试坦路段 车来车往相当危险 侠据警方强调 如果是车辆故障 也必须在后方摆放警示标志 目前没有接获检举 这样的行为最高 可猜罚三万六千元 而把马路当自家的情况 也发生在彰化市 双载执行机车 好端端骑到一半 突然前方轿车 居然要回转 女大声反应不及撞上 连同后方乘客 重摔地面 没想到轿车 疑似还想到车 后方骑士赶紧按喇叭警示 才没有碾压过去 初步研判 疑似失见死角酿货 但轿车违规回转 最高可罚一千八百元 警方提醒用路人 别贪图一时方便 不仅造成别人不变 还可能因此惹祸上升 结束中间戴上帽 苗栗双话中文报道